拍照或摄影可以把美好的瞬间记录下来化为永恒 由冯甲大学EMBA校友所组成的冯毅群英共善摄影同好会 借由拍摄不同主题、不同风景 呈现出风格多元的作品 身为冯甲EMBA校友的立名营造董事长吴春山 召集了EMBA的摄影家 2020年10月24号下午开始 在台中市坛子区中山路的新艺艺术中心二楼 共同举办一场公益摄影展 我们是邀请所有红甲EMBA几个摄影同好 那么今天共建出 我们有八个摄影的协长姐 共建出了44府 那么所有卖的所得要兼给台湾身心艺术障碍发展协会 吴春山说 今天现场展出不少白露丝的摄影作品 其实它是用两款不同焦距镜头的手机所拍摄 智慧型手机不仅让生活更便利 可以快速上网取得资讯 还能利用手机拍照摄影功能 把人事物都拍得美美的 我们协长姐他们评价时就是在各自的工作领域 但是对这个摄影都非常的爱好 因此我们在今年 今天连展之后 我们在11月14号 要在宏甲大学的那个中科校区成立了 宏甲EMBA的第七个社团 叫做摄影美学协会 这场摄影展中 八位摄影家透过不同视角 让大家看见创作者眼中的世界 探寻转眼极视的美好 现场四四幅作品的意卖所得 将全部捐赠给台湾身心障碍艺术发展协会 宏甲EMBA用摄影美化生命 也把这份爱跟美好分享给大家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台中报导